國際護理協會西埔里亞諾理事長 還有國際災難護理專家南語子博士 臺灣護理學會陳敬明 也是我們的立法委員 還有現場所有護理界的先進 各位同仁 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到總統府 國際護理協會 ICN 長久以來 致力提升全球的護理專業 臺灣和 ICN 也一直有著緊密的合作關係 我要感謝西埔里亞諾理事長 在今年的 WHO 忘記我們衛福部 一起出席 ICN 代表團的舞宴 我相信在西埔里亞諾理事長的帶領下 ICN 的努力和貢獻 將會提升全球健康照顧產業的品質 也讓更多人尊重護理專業 另外 我知道在座的南語子博士 曾經擔任 ICN 的理事長 黃蓮華教授 則是 ICN 的第三副理事長 南語子博士 除了在日本推動護理教育跟專業的發展 更強化亞洲各國的護理學會的鏈接 在區域社區的照顧跟災難護理 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黃蓮華教授是臺灣 ICN 護理專業代表 我們也期待臺灣的護理界能夠加深跟 ICN 的合作 也請黃教授持續在國際上為臺灣發聲 我們也看到今年五月 陳建敏理事長受邀到愛爾蘭國會發表演講 並且以護理師和立法委員的身份 呼籲愛爾蘭支持臺灣參與 WHU 而來自我們護理界的努力 都讓臺灣的護理專業能夠被世界看見 藉這個機會 我也要特別感謝臺灣的護理學會 在國際上積極參與各項的會議 促進臺灣跟各國的交流 未來兩天 臺灣護理學會將舉辦國際研討會 探討後疫情時代的護理專業發展 我要蓋次了感謝西普利亞諾理事長 跟南語子博士 特別來臺灣共享盛舉 我祝福兩位行政圓滿順利 我們的研討會也圓滿成功